奋力一锤还不够 连续狂砸六次 玻璃四箭成蜘蛛网状 窗户敲出一个大洞 嫌犯有备而来 不计不许 大拔大把抓 将整排金氏统统放进大包包 此过之际 粉衣女骑士甩嫌上前 右手抓尖 左手扶腰 练身环抱嫌犯 准备将人扑到 女骑士丈夫也一同帮忙 旁边的店家小跑步加入 三人联手合作 勇猛的女骑士压住嫌犯身躯 不让她有挣脱机会 我以为是车祸 一个阿姨先压住她 然后就冲过去 男生压住 压住她的头 最后一个是女生压在这上面 抢案就发生在4号早上 台东中华路上一家营楼 女骑士不顾自身安危 飞扑拉住带徒一领 往后一扯六倒在地 三人通力合作 到警方斗场才放手 成功保住价值约130万 13两黄金 面对刑场老板感到痛心 撂心歹徒是她朋友的儿子 高中时曾帮她求情 才没有被校方退学 如今不懂得感恩 根本是恩将仇报 毕业后又学坏 有多项贤科 店里曾在七年前 被偷走市价约60万元的 纯金观音像 幸好这回有热心民众帮忙 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记得潘正弦周嘉文 顿轩台东报道